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网内容 上网我们学习一个两个量 一个是强量和变量 那强量和变量有什么样一个特点 强量有什么特点 对不变的 运行是不能变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写那种 你写了10 是这种就不能够变了 好接着还有一种 这种你可以通过一个红定义 这个法式关键字 然后后面你写个标示符 我这标示符就平时你我们 那个标示符那个命名规范 不过通常红定义都是一些大写的 然后后面写一个数字 那以后只要你出现 下面你只要出现这个面 面是最终啊 他就会在预处了之后 这面是变成谁了 100了 那接着你不要想着给他负值 这也是一个常量了吗 好接着还有一个这个关键一个 就不是强量 但是就是他为止读的 你定一个变量的话 正常你定一个a等于10 那你这个a可以重新给他负值吧 可以修改的吧 因为这是变量嘛 然后接着我假如说我在这边加个什么关键字 const 那说明这个变量值让他修饰为什么 只读一旦出实话 以后你就别想着什么 就别想着修改了 所以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然后接着这个就强量和变量 要解有个关键字就说 你想想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关键字了 英导学了一个了吧 不要紧接着还有什么呢 就是声明那个const这一个还有一个eastern啊 如果eastern这一个tern嘛 eastern的时候就像代表着理智 es啊写错了是吧 extern是不是 好eastern后面写一个inter的a 那这一个你不要给他复资因为他只是说一个声明嘛 声明是不占空间 然后后面再来学习 所以这个eastern也有关键字了吧 所以接着后面呢 你看着关键字相当于有上标一样 你写名字的时候你不能够写关键字啊 然后接着你看一下这个标示符就起了名字 是由哪三个组合啊 字母 数字下滑线 开头不能以什么 对开头不能以数字嘛 好 接着还有一个数字例行等会还会讲的啊 数字例行在这里啊 我们暂且只是简单介绍一个inter 然后数据类型的作用啊 主要是在于要告诉编译器 我最终要定义这变量分配多大空间呢 这就是数据类型了嘛 然后接着平时你看到这个变量你就得知道 啊你看到变量那就看一下他类型 你就知道他分配多大空间呢 啊这是一个啊 好这是一个关于强量和变量 然后还我们还学习一个进制 也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系统都是二进制的 而且二进制的话 他有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原因是这三者之间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来转换了 好 还有一个就说我们呢写的时候怎么来写呢 假如说我写个inter的a等于10 哦不要写个12 那就想想说我给他负值以十进制的方式负值就12了 那如果说我这么来负值呢写个012这个数字是多少啊如果十进制是多少啊 十进制是十了吧他是以八进制给他负值嘛对内部自动做处理了吧是不是啊好接着你还可以这样 a等于0xabc这个是什么啊以什么方式给他负值啊 16进制啊那你转换成十进制你才能够用户你看懂吗 我们用户看的记得大部分都什么进制 十进制 自算机看的就是这三种嘛 都就是二进制了嘛 啊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0啊 这是0x 然后这个abc你可以大写 好接着打印的时候啊 来怎么打印的呢 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这里摆放号d 然后后面你写上那个变量 接着这里摆放地 那接着你要换行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 反斜抗n 有些人说那反斜抗那个区分不了啊 这一个和这一个你看一样啊 你就这么横着过来嘛 你看右边这边这不是45度吗 45度就这就普通斜抗了吗 只是一个数语 当然不管你 你不管你怎么叫我这个不要求 但是你要区分他们不一样的啊 这是一个转意字符来的 我们今天还会弄后面有个字符嘛 好接着在这里面在进制了之后就关于 摆放号d是以什么进制打印啊 十进制那接着如果说你这是八进制 他会给他转换成十进制之后再来打印了 好 如果我以八进制打印啊 摆放号什么 哦字母哦啊是不是 好 接着如果我想以十六进制了 百分号小X或百分号大X是不是啊 这边呢 小X对应的小的ABC 大X对应的大写的ABC 是不是 好 这是关于这一个啊 好 这个需要掌握而且上面这个存储呢 你要记得他以补码方式存储 你能够给我算出一个数他的圆码补码就OK了 好 我们计算机存储 他尽管是以这种什么呢 他可以进制方式存储 但是进制方式存储 他是有三种码方式啊 圆码补码 还有什么 反码是不是 好 首先圆码有什么特点的呢 正数付出正数那些正数 正数了不管你是什么码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然后圆码还有什么特点 主要是针对复数 有什么特点吗 最高位是什么位 最高位就符号位嘛 一代表什么 复数 零代表什么 正数 其他是不是就正常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看一下讲义啊 在这里 好 最高位是符号位嘛 这个零代表正数 一代表复数 其他就是他的正常二进制数了嘛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啊 十五这个 你看一眼 正十五 最高位肯定是零啊 四个一不就十五了吗 八十二一了吗 好 接着你看一眼 这就是他圆码嘛 复十五了 就是你最高位这里面给个一 那其他你四个一是不是就十五啊 好 接着你看正能 和复零的一个 正零的一个呢 你看一眼啊 接着最高位是零 后面这几个是全部是零啊 然后接着这个复零啊 后面全部是零 只是你最高位是一个什么 符号位嘛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圆码了 那圆码了带来两个问题啊 我们就这边不要担任 我们直接一个我们能看得懂啊 代表拿两个问题啊 首先这个零是不是有两种存储状态 另外还有个问题比较严重啊 什么问题 政府讲了如果两个数相减 能不能得到一种正确的结果 不能了吧 是不是 你要得到要额外一些代价了吧 是不是 这样自算机为了高效率 他就发展另外一个 那发展另外一个就是砝码 这个砝码主要是为了补码服务的 好这个砝码一个作用就在于为了补码算他 那接着我们看一眼这个砝码啊 这个砝码对正数 这个负数 圆码和砝码正数的话正数啊 不会负数说说正数 它的圆码和砝码是一样的不变的 好了 主要是对于负数 它是在它的圆码基础上面 是不是符号为不变 其他为干嘛 取法了 那我们看一眼啊 首先正15和什么码一样 圆码一样 这个正0和原来的什么一样 圆码一样 主要是负15 你看一眼负15 是不是在里 你要对比这一个和这一个啊 是不是在你原来圆码基础上面符号位不变 你看我这里不变了 其他位开始干嘛 取法了 那接着你三个0变成什么 三个1 是不是 然后接着你三 你这边三 四个1我变成什么 四个0了吧 好 还有这一个 这个负0 这是圆码的吧 那我的反码是在你最高位不变的前提下面 其他位干嘛 取法了嘛 你这边全部都是0 我这边是取法了 那就变成什么了 1了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反码了嘛 那反码了我们我就不再算了 反码了解决了一个问题 哪个问题啊 两个数进行相减 结果可以是什么 正确的 是不是 不是说0 其他都正确的啊 我只是举一个0的一个 但是呢 它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一个问题啊 0的话 这个0呢 有两个状态 那后面呢 大神们最终呢 就敲定了一个补码 补码什么问题都没有 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户不好理解 但自算机好算就行了吧 对不对 它为了提高效率 所以在自算机系统中 数值就是的数据 统一用补码来存储 但是由于正数 没所谓规定的 正数的圆码 补码 反码都怎样 一样的 好 加大特点 对正数 圆码 补码 反码都相同 对于负数呢 它的它的补码 是它的反码加一 所以说你的反码 只是为了算这个补码的 一个过渡条件了嘛 好接着这一个等会再来看啊 这个等会再来了 好你再来看一眼 首先正数这个不问法 这个也不用管 关键在于负数这个 那接着是不是在你 你这一个在你反码的基础上面 干嘛 是在你基础上面加一了 那接着这一个你能看着了 我加完一这个不变了嘛 你零零零零 我就变成什么 零零零一了吧 是不是在它反码基础上面加一就不满了 好往下走 这个零的时候你在这里那里看着了 我这个只要一加一了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一个了 多了一个一啊 但由于我是以多大来存储的 对八位一个字节 所以说我最终只取八位 这个一就没用了吧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在这里面你能看到一个啊 这一个就是说原码补码一些特点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眼 我等会再来验证其他了 补码一个意义这边也有说的 首先如果你用八这个表示这个零和负零 你要发现用补码的话是不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不会存在两个 好另外一个你看一下这边 你用补码来相减 结果也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什么 如果用用圆码来相减 你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那你用补码的方式来相减 也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结果啊 所以最终啊我们要记一个结论就说 我们补码意义了 他主要是有这一个啊 这个比较专业啊 首先统一啊这个零的编码 一个零不会存在正负零 因为正负零都是同样的这一个表示方式 好 了解者他将符号位做一个统一的处理 就是说正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加法嘛 好下面也是一个将减法转换成加法 这一个还有一个 如果相加的时候如果最高位有敬畏 就说你超过我的范围 我可以干嘛 舍弃了吧 最终就说比较专业的 我们不用记那么复杂 就记两个 一个就说统一了你的零的一个编码 另外一个呢 是不是说我正常的时候 我相加的时候可以干嘛 可以正常解决我的问题 要相减的时候啊 好这是一个 原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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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